新冠疫情下 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新冠疫情下维持了两年多 长达950多日的口罩令终于撤销 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 由明天开始将全面撤销口罩令 包括室内、室外和交通工具都不用戴口罩 教育局今天亦宣布全港学校 明天起都无需戴口罩 但小学和幼稚园的快测维持到3月15日 对明天本港全面撤销口罩令 有网民大赞政策 说超过信应民意抵赞 亦有网民表示要看环境 搭车和去医院都会戴口罩 还有网民讲笑地说 口罩遮住的不是病毒 而是伤下怕 虽然本港正全面复常 但为了保护高危群组 医院和老人院等高风险地方 有关场所负责人可以以行政指令 要求在场人士和访客戴口罩 以减低风险 李嘉超今早就表示 取消口罩令的决定是几月五个考虑 第一 数据显示香港新冠疫情受控 没有大的反弹迹象 第二 香港已经建立了广泛全面的访疫评障 第三 重点人群没有出现爆发 第四 病毒变异没有出现变坏情况 第五 传统的冬季流感 和呼吸度感染高峰期 接近尾声 对于明天起 本港全面撤销口罩令 有网民戴赞政策 一刀切要赞 有人就表示 未取消已经焗到鼻子都老出来 更戴 明天就不戴了 亦都有比较中立的网民就表示 会看环境 搭车去医院那些就一定会戴了 不过亦都有不少的网民表示 会坚持戴口罩 说戴着的三年都没有病过 为健康着想 现在才更加应该戴 以前未戴口罩之前 冬天都起码有几日会伤风感冒 现在这三年的冬天都无病无痛 还有网民就搞笑指 坚持戴 个样太坏 不想被人见到 自从戴了口罩之后 个人都自信了 还有人这样说 末日我正式宣布 明天开始香港会少了 99.9999%美女 明天开始要日日剃鬍 So Sad 其实对于戴还是不戴口罩 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戴口罩的确 可以防止病毒传播 但长时间戴着口罩 迫着面都会出现过敏 烂面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口罩面 对于全面取消口罩令 有人会选择继续戴 有人会展露笑容 迎接开心香港 你又会怎样选择呢 对于家剩下的大量口罩 你会怎样处理 全港多间的口罩令手上 又会面对些什么挑战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和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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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